我們看來這題 它說有項鍊A、項鍊B、項鍊C 為空間上三個項鍊 好不好 R是一個時數 它告訴我項鍊A告訴我項鍊B 對吧 它說項鍊A加上項鍊B加上R倍項鍊C等於0 問題R不可能是項鍊哪個數字 問題來啊 項鍊C知道是多少嗎? 不曉得 其實這題類似腦筋機轉彎 因為項鍊C你知道是多少嗎? 不曉得 我去假設 項鍊C叫SYD 這樣行不行 你看清楚來 題目有規定我線量C的正負號? 沒有 所以SYD是正四負都有可能 對不對 好 題目唯一個條件 它說項鍊A加項鍊B 加項R倍線量C等於項鍊0 對不對 等於項鍊嘛 所以把它帶進去 把項鍊A用幾代? 用1 1 0帶進去 項鍊B用0 1 1 再進去 項鍊CA不曉得 好不好 所以項鍊C用起 用SYD 再進去 所以把項鍊A加上項鍊B 加上R倍線量C 這個整個加起來會是齊0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麻煩你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把它整理一下 先看X 1 加0 加上RX 也就是1加RX 麻煩你再看Y軸分量 A軸 Y軸這邊是1 這邊是12 乘起來2加上RY 這樣行不行 再看力軸 0 1 1加R力 這樣行不行 這時候 這時候 不可能是下應哪一個 聽好 因為我完全不曉得SYD是多少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你用看的計畫 A選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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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副更奧有你們可能 R是副更奧有你們的可能 有可能 因為我不曉得SYD是多少 B選項 0可能嗎 R用0帶進去 Ev 帶下去絕對不可能是幾 這邊絕對不可能是0了嘛 所以 R大概等於0 但是你把這邊消掉對不對 所以說這相加會是0嗎 不會 相加也不會是0 相加也不會是0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R 不可能為多少 不可能為0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我們再看C選項好不好 C選項是才1 R可不可以成1有可能 因為我根本不曉得XYD是多少 來 珠選項Pi有沒有可能 Pi畢竟是圓周率 圓周率畢竟是一個數字 我不曉得SYD是什麼東西 所以說有沒有可能 XYD剛好用Pi代替R用Pi代替其實 剛好使得他得益力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我根本不曉得XYD是什麼東西 再來 遲了100次翻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我根本不曉得XYD是什麼東西 對吧 雖說我可以知道 只有一個選項 R絕對不可能為多少 為0 除了他之外 其他的都有可能 對吧 所以說答案選起 選B 這樣可不可以把它看一下